小黃司機因為車子沒有辦法開進去 熱心替阿婆指路 阿婆告知司機自己待會還要再搭車去其他地方辦事情 沒有先給車錢 要司機在原地等 11號上午9點多 阿婆從台中大理超商坐車到市政府 25公里車程大約30分鐘 車子一般是300到400元 因為等待阿婆繼續跳表兩個小時 累積到了680元 司機才驚覺不對勁可能是遭坐霸王車 我打回去公司跟公司說一下 公司說他幫我打電話聯絡客人看看 結果才知道聯絡客人那個電話有的是空號 電話是空號的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故意的 小黃司機在市政府外苦等了兩個多小時 當下也有去報案 本案將全力擴大調一間司機 警方也將透過影像巡線找到阿婆 請他到案說明 而不少計程車司機 多少也都有遇過類似狀況 全門車走車車都沒有搭過 也沒有坐到八航車 如果搭到這個當地的客人 你要怎麼移航給他錢 錢錢拿來 我說我要加油 創車 你錢錢拿來 為了避免被騙還是會先收錢 就不怕坐白宮也比較有保障 TVBS新聞神助先生軍禮灘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